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中国佛法传播的岁月中 人们开始了解意识心虚妄不实 必须深入大圣佛法 才能清正真如找到真心 后来 《伦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伦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宗达姆祖师一以《伦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佐证大圣的开悟民心 就是找到第八世如来藏 达姆祖师并将此经典 授给门人作为开悟的传承 然而 《伦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伦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于当时的学佛人 对于愣且今艰深的文字及意理 都还难以明了 因此佛法就陷入了停滞 这种停滞的局面 到了《摄大圣论》传到中国之后 才逐渐改观 《摄大圣论》是从《余节师地论》 总共一百卷的内容 简则经要而集成的 它是以第八世如来藏为中心 提列了《大圣佛法》的纲要 因为这不论 摄持了《大圣佛法》的意理 所以名为《摄大圣论》 也因为《摄大圣论》 是用简明、恶要的方式 阐述佛法大义 非常符合中国人 好简、悟凡的性格 因此广泛受到实修者的欢迎 然而 《摄大圣论》的内容非常精简 意志又非常广大深远 导致论师们解释时各有其意 本来在解释《实地经论》时 论师们对法界染进一纸的根本 是《第八识》或是《真如法性》 已经有所争辩 后来又因为《真地三藏法师》之翻译的缘故 使得这争论更新加剧 由于《真地三藏法师》 他截取《余且实地论》部分的内容 并且扭曲其中的原意 而挥注了《决定藏论》 并且进一步主张 《第八识》是依第九识而已 他又根据《无相论》 而结语出另外的两部论 不断大力地宣扬有《第九识》的存在 这导致后代的论师们 对于《第八识》《真如》 以及《第九识》 这三者的内涵 各执一词而争论不休 当时中国没有《余且实地论》 百卷的抄写本 那也就无从解决这个争议 这时也曝露出了 中国短缺经论善本的窘境 除此之外 经论的含义 也因阐述的前提不同 而各有差别 比如有说《真如》《出生诸法》 也有说《阿赖耶识》 也就是《第八识》 《变现时间》 因此究竟是《真如》《出生诸法》 还是《第八识》《变现诸法》 这就造成了论师们 解释上的困难 也要有精通经论真正意志的法师 并且清正十项第八识 发起般若智慧 这才能会通佛法真正意志 而将这些经论恰如其分 这西天取经的重责大任 后来就落在玄奘菩萨的身上了 玄奘菩萨从小就非常热爱大圣法 他十三岁就能开眼 《尘大神论》 《尘大神论》 《第八识》的妙意 玄奘菩萨勃然群起 而且清正的第一一地 也就是《第八识》 玄奘菩萨知道 《真如》还有《第八识》 《第九识》真意的问题之所在 他也了解《真第三藏法》是 误会的佛法 增生了只需乌有的第九识 但他却苦无 于且实地论的原本作为证据 中国除了上述的争议外 又落于这成佛之功德体性 佛性是未来圆满 还是现在便圆满的争议之中 当时寻而不绝的 大大小小法义争论 共有一百多处 这些问题虽然玄奘菩萨 都有所定见 然而若无印度梵文原本 以为根据难以服众 又若干细为处 也需阅读原点 才能更清楚佛意所指 由于玄奘菩萨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清正了第八识如来藏 又有眼见佛性 因此他能够在自己的身上 见到佛性 也能够在他人的身上 见到自己以及他人的佛性 同时也能够在无情物上面 见到自己的佛性 这时候淫化在玄奘菩萨心头的事 在明心见性之后 应该要如何继续在佛谱的道上来建修呢 而这个佛谱的道的完整次第又是什么呢 由于玄奘菩萨在当时的正量 已经超越了中国同时期的所有僧众 他在当时已经找不到善知识 可以咨询问道 因此热切求法的玄奘菩萨 就立志要前往印度 也就是当年的天主 去求取与且施地论 他也誓愿要把完整的佛道次第 给带回到中国来 由于他本身具备了通晓多国语言的天分 以及般若智慧等等的条件 因此可以说是 去天主取经的最佳人选 玄奘菩萨西天取经 九死一生的路程 从中国玉门关开始 历经将近四年的艰险 终于抵达印度纳兰陀斯 找到了完备的佛法经论 宣传菩萨找到了完备的佛法经论之后 便证明了佛法中 所说的众生最多只有八个识 神佛时的无构识 其实就是每一个众生 现在自身的第八识如来章 宣传菩萨从此改定了 佛所开示的第一异地的宗旨 那也就是第八识的宗旨 所以所谓的亲证真儒 就是亲证每位众生都具备的第八识 而在梵文《与且识地论》中 描述真悟者应助于第八识而转移的八识的真儒底性 其实都是依第八识而转移的八识 但是这些依于第八识而所生所显的法 都被真地三藏改议成第九识 阿摩罗斯 也就是把第八识所生所显的真儒清净体性 虚妄增设为第九识阿摩罗斯 那这种说法全然违背了论典的原意 这第九识全然是他误解后的真色 而真地三藏在他的其他译著当中 也都这样子的误会 玄奘菩萨游学十三年 计划启程返回大唐时 般若居多造破大圣论 诽谤大圣法 玄奘菩萨为护持正法 于一日一夜之间 以第八识的证理写出至恶见论 来迫持其谬理 般若居多主张实有外境 也就是说心能之间接触到外境 这和大圣为世所说的正好相反 大圣为世所说的是 一切境界都是为世所先 心所了知的是第八识所变现的相反 心并没有直接接触到外境 所以说为世无尽 因此破大圣论 攻击大圣为世的重点 就集中在古大圣是对于所缘元中所说的相反问题 所以波尔居多便依古人的发问 来直南大圣说 你们如果说为世所变现的自体相是相反 并用来当为所缘的对象 那如你们大圣中所说 证悟者证悟真如必须以无分别字来观察真如是 那问题就来源 因为真如无相 必然不会带起真如的相分 那真如对这能元的无分别字的见分 应该不能成为他的所缘元 也就是说不能成为所缘的相分的意思 如果你们坚持主张 根本无分别字 原真如是 也带有相分的话 那就违背你们自己大圣中一切的经论 那如何会通呢 然而玄奘菩萨不但是真正的开悟者 更是具有三传法轮的维世真相会学 也早已通达海法明门 玄奘菩萨知道般若居多 因为没有证悟真如的缘故 所以对于所谓的无分别还有无分别字 以及真如还有真如无相 还有所谓的所缘元的问题 等等完全误解 所以才会有不如理的结问 玄奘菩萨于是便化解了这玄奘的十二年的公案 玄奘菩萨解释说 这真如是帝巴士自然流露出来 而显现出来的体现 这是帝巴士的所显现 并不是帝巴士变现的真如 所以当证悟的人亲证帝巴士的时候 发起了波尔智慧 他可以用慰言来观察帝巴士 并了知帝巴士夹带着它 清静无为无分别的真如体相一起出现 因此真如是帝巴士真实而辱辱的体现 所显示的相貌 真如不是有作用之法 只是纯然显示帝巴士的清静无为体现 证悟的人因为亲证帝巴士真如 才得以转移着帝巴士的真如性 真如性继续在活道上不断地往前迈进 玄奘菩萨做的这部治恶见论 深受五印度共主戒日王的推崇 这位笃信佛法的戒日王 辨别开身面 在屈女城召开为时18天的大法会 离请玄奘菩萨担任论主 邀请了18个邻国的国王大成与会 加上来自五印度共一万多位 出类拔萃的修道学人 云集大圣 二圣 外道最顶尖的精英 共聚一堂 辩论佛法根本大义 当时 戒日王三次邀请诽谤大圣法的波忍居多前来 他一听 论主是玄奘菩萨 又端详了玄奘菩萨的句论 自知不敌 三次都托辞婉拒 最后心生惭愧要向屈女城的方向表示臣服 忠心赞叹玄奘菩萨 玄奘菩萨在屈女城的无知大会上 以真为适量以真为适量来立论 产生了第八世如来藏的证明 并且破斥了一切外道的见解 玄奘菩萨更郑重地声明 只要有人能够更正至恶见论 任何一个字的意义 玄奘菩萨就奉上他的向上人头 与会者不仅见到大圣佛教的威德 也认识到玄奘菩萨的智慧和渊博的学识 于是大圣的佛教徒都尊称玄奘菩萨为大圣天 小圣佛教徒则尊称他为解脱天 由此更可以看出 玄奘菩萨他不但精通佛教意理 有着亲政第八世如来藏的深厚正量 而且又具备泛语的甚深噪音 并且熟悉一切外道的论点 因此他对于任何的挑战与结问 都是无所畏惧的 这十八天中 玄奘菩萨名正西天 与会大众无不降服 法会结束时 全场欢声雷动 一起赞扬玄奘是不释出的菩萨 尊称他是大圣天 小圣人尊称他为解脱天 玄奘菩萨在印度 顾持为世政法建立了无比功勋 成为深明第八世政理的当代巨拨 玄奘菩萨所亲政的佛法根本 其实就是第八世如来藏 那也就是三界为新 万法为世 其所产世的大圣第一地 而中国历代的禅宗祖师 所亲政的也同样是 这三界为新 万法为世的这个第一地 而这三界为新的新 就是第八世如来藏心 而万法为世的世 就是以第八世为根本 并涵盖了眼世 而是鼻世 蛇世 生世 义世 义庚摩纳党前七转世的八个世 三界为新的意思 就是这三界 是欲界 色界 无色界的一切 都是这第八世如来藏心 所出生的 所现起的 不但如此 前七世 也是第八世如来藏所出生的 而万法为世的意思 是这一切诸法 都是八世新王 争忘合合的结果 第八世随着六世的了别 以及第七世 一根的诗量做出 而随缘任运 所以才会出现 这一切诸法的生落 幻想 每一位友情 都各自有第八世 而如来藏 虽然含藏了 每位友情 各自不同的业主 也含藏了七转世的染污种子 但是 他的字体 却是亲近的 当菩萨行者 证悟民心 找到了第八世如来藏之后 也就实证了第八世的 本来自信 亲近涅槃行 因此 他也就不需要 他也就不需要像二圣人一样 灰身 明智 而入无云涅槃 所以说 大圣菩萨 在三界生死轮回中 就能倾见这如来藏的 涅槃实际 并且转移如来藏的 真如体系 于生死轮回中 自立立他 立得众生 而永无求尽 这就是所谓的 生死及涅槃 玄奘菩萨西天取经的结果 以这清正第八世如来藏的 真实智慧 参着着大圣经论 完美解决了 中国僧众在 真如 第九世 佛性 以及其他种种的正义 让三界维新 万法维世的 八世论宗旨 在此后长达一千多年中 为一切僧众所福音 让如来广大的 圣庙宗旨 得以在中途发光发热 让我们今日 得有这殊胜的 大圣法义的显扬 以及禅宗明星政务法门 至今仍可广大发扬 这皆是 玄奘菩萨不可磨灭的 莫大功训 真可谓 正法兴衰 唯一人矣 礼赞玄奘菩萨摩赫萨 祝尔菩萨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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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初 祝尔菩萨不可磨灭的 莫天遁 更相当 等多年 世界天遇 辛莫